意味非常的浓厚 那么今天呢 是蔡英文来到 马英九的母校哈佛大学演讲 结果呢 这回呢 就是被马英九派到美国 紧盯蔡英文的金普聪 他也不遑多让 他也回到了 这个马宗罗母校哈佛大学 他也要去演讲 而且要讲的 也是两岸关系 不过呢 他们两个人讲的这个地点 这个相距大概有14分钟的路程 我们两个人 以前以后没有见到面 倒是金普聪呢 是被哈佛教授李敦厚踢馆 质疑说九二共事根本不存在 麦克风乔罗老伴天海谨慎 戴起眼镜 金普聪选在马总统母校 哈佛大学开讲 大谈两岸关系 一度不小心看错讲稿 金普聪难得紧张 因为真的好巧 同一天 蔡英文也在哈佛发表演说 而且两人相隔 只有14分钟的路程 为何我们应该 承认出一个高兴认识的 主持人认识 以为是幻想变成一个幻想的 宣承英文演讲 金普聪在哈佛 再度质疑蔡英文 两岸政策空洞 不过金普聪讲完 却遭到提管 哈佛教授李敦厚 好几次挑战金普聪 质疑九二共事根本不存在 场面有点尴尬 倒是金普聪正面回应 没有想多 王美始终被外界批评 形成和蔡英文强碰 是搅局 这口气金普聪提出反驳 从破国猛烈变成敞开心胸 金普聪不是东西 单选人 却能一连好几天 抢占反面 战略达政 也难怪有心情 自我检查 结束了哈佛校园行程 金普聪是发表一篇 以两岸议题为主的演讲稿 内容持续针对蔡英文 提出了台湾共事 提出了质疑 不过在哈佛校园 金普聪跟蔡英文 是一前一后现身 并没有相见 那以上3D记者黄宝棟 跟薛永豪好 在美国波士顿采访报道 好 两个人都去纽约